有些女孩没有自知之明 她以为对方很爱自己 她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女主人 认为对方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做出改变 但事实上别人并不这么想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的 她可以选择不去做那些事情 她可以选择不去做 但明显别人已经做出了反感的表示 你依然不依不饶 所以你看 我现在在说话 你还在在说 你的情商有多低 一个男人要是真喜欢你 你还在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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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过于强求你了 我可能会控制一下 我自己的情绪 不再那么的尝试 去要求你 其实我们在一起 一年多了 时间也挺久的了 你平时跟我说的那些事 我觉得就是男女 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男方确实应该 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你说的那些事 我都去做了 虽然有些事情 是我不怎么愿意的 但是我都是跟你去做了 我觉得在一起 确实男方确实应该 要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我很多事情 都跟你说了 我只是想 你有时候能站在 我的立场想一想 为我多考虑考虑 就是多站在我的立场 考虑考虑就行了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